在2024年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最后一天 一家中国企业因使用真人模特儿假扮机器人而引发争议 这两名模特儿被安排汇入真机器人之中进行展示 但厂商并未告知观众这一安排 结果导致观众对机器人的真实性产生误解 并对这些模特儿进行了不当行为 本次大会由北京市政府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吸引了大量国内外企业参展 展示各类尖端机器人技术和产品 然而在大会的最后一天 一家企业声称级研发了仿真机器人 实际上却让两名真人模特儿冒充机器人参与展示 由于厂商未向观众清楚说明 许多人误以为这些模特儿是真实的机器人 并对他们进行了不当接触 这让模特儿们感到非常不舒服 随助展会的进行 一些细心的观众开始察觉到问题 尤其是其中一名模特儿因为出汗而需要助理帮忙擦汗 吹风扇 另一名模特儿在休息区喝水 近时的影像也被拍下并上传至网路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他们的身份 然而 这并未阻止某些观众的行为 模特儿遭到围观者的上下骑手 并触摸其头发与脸颊 让他差点情绪崩溃 这一事件在网络上迅速发酵 引来大量网友的热烈讨论和批评 有网友留言 这么逼真的机器人 结果竟然是人 这根本就是欺骗 还有网友表示 这种操作真是让人对展会的专业性产生了质疑 另外部分网友直接批评到 这根本不是展示技术 完全是为了商业炒作 也有人质疑 会不会有人明知道是真人 却还假装不清楚 并对模特儿上下骑手 大家对假机器人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转发 cat